我個人其實曾經後悔過這個 畢業旅行去吃的這一個 它其實沒有長得很好看 對 蠻醜的 就糊掉啦 它吃很深啦 然後全部糊在一起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豬腦 找我們瀑布 瀑布 我們在那裡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我們的 痴情 我們有一個痴情是我們很喜歡的 然後它最近可能是 嗯...算蠻多的 所以說呢 有沒有 新招好 我們來照一下 二三樓吧 我記得 對啊 它新裝潢了 然後我們想說 搗帶一下 那我們就上去看看它囉 順便預約下一次的事情就這樣 而且它有一隻貓 我真的不知道它今天有沒有帶那隻貓 但我很想看那隻貓 走 怎麼樣 喜歡走樓梯嗎 不行 我的腳好痠喔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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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腿這麼細緻有緣的 都不運動沒有 都在那邊肌肉維持 欸 很漂亮耶 妳趕快進去 妳趕快進去 蛤 有貓籠嗎 有啊 妳有戴帽嗎 有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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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可不可以加好嗎 她不願意的 好可愛 主人 凱凱 好可愛 我剛剛很厲害介紹了妳那個鼎鼎大名 妳是在柔小嗎 對啊 我說妳是台灣現在就是鼎鼎有名 自清師 但其實比我 沒關係 不用清楚 欸不是啦 主人公妳要介紹一下這個空間 我們慕名而來耶 其實這一層 就是三次樓 然後這一層的話其實主要就是 我跟他講說想要可以畫一些畫 不要太像磁心點 然後結果那個 我們就說新往我們中華電信的那個來 然後他幫我用完之後 他就問我說 那妳們這邊幹嘛 有自清店 他說自清店 不像 那這樣很好的 因為我們又要下自清店 因為我這邊講說就是 像朋友來啊 討論 那個地方很秀耶 休息 對這樣 你們很厲害耶 這個還是花錢買的 就是他把它拼裝在一起 你就選你想要的 然後他會跟你講說妳有裝 但他這個其實是不同根 然後把它裝在一起 我有看到他那邊姐姐是有 切開的 我覺得滿特別的 那是什麼 那個 那個槍 上面這個曼國的圖案是我另外一個朋友設計的 他就是想要做一個立體圖出來的 這個東西它是立體的 它不是只是平面印出來 這個曼國的圖先做雷射切割 切割完之後有一塊板子 用在上面之後然後再刷 你的老件很多耶 對啊 我很佩服耶 那個時鐘很酷耶 那是以前早期的這個 老弟是電中 真的假的 這個好多缺啊 36 還可以啊 老弟是要再 做一個零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從我開始做到現在 越來越多人跟著在做 你硬要說就是 怎麼樣才可以成為痴情生 怎麼樣才能變這樣子 現在的資訊跟以前比起來就是 發達很多 所以很多人自己摸 也可以去變成這件事情 我覺得因為這個圈子 它比較傳統一些 以前就是有跟師傅戴什麼 你就算去店家學 你學了一陣子 你是不是痴情師 也是要看師傅怎麼樣去認定你自己 自覺的可能 你可以說自己是 但是程度到底有沒有到那程度 其實有時候也不一定 就有可能 你可以玩得出框架外的想法 但是有些基礎的東西 你怎麼沒辦法學那麼厲害 我覺得信念這件事情嘛 就是你想要成為痴情師的第一步就是 你除了本身要會畫圖以外 我覺得就是你怎麼樣去看待 在別人身上是一輩子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比較浪漫一點 當然你做任何工作 都是需要錢這件事情 除了錢本身以外 我覺得你在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很有憧憬的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我其他東西都不要 我沒辦法讓其他人都跟我一樣 是這樣子的心態 可是我自己是這樣子 所以像來我們店裡的人 我也希望說他們在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跟我一樣的 不是只是把它當成一個可以賺錢的事情 這樣而已 就是你知道 比起痴情很多就是 你拿圖來 你只想刺 那你給我 那我就幫你刺上去 就這樣 現在我覺得其實 大部分比較多的痴情師 不會像比較早期一點 因為早期一點 大家可能沒有這種觀念 就是大家看到喜歡就會拿過去 或者是有一本布置 然後搬 然後喜歡哪個就吃哪個 現在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人在找痴情師 都比較會做功課 因為大家會上網 然後去看說 親自的評價或是風格這樣子 有更多資訊去了解說 什麼樣的東西在身上是你會喜歡的 你覺得客人怎麼樣 疼痛指數問題啦 你要怎麼判斷他的超痛 然後你覺得痛到最誇張的人 曾經有什麼樣反應過嗎 痛到一直叫啊 你說說他嗎 屁啦 我還好 呃 他很聰明 你看吧 他說你 呃 有拍片的人來這邊 我覺得痛得比較誇張 我會一直叫有顧客啊 顧客我會一直叫 顧客中小 一般人其實也是有像這樣子的 其實我痴情沒那麼痛 所以覺得還好 你會幫他清理灰塵嗎 我是都拿下來直接衝一衝啊 超多隻的你認真 喔你有寫得住喔 沒有 就可能學徒 你很快 大掃除的時候會 我要練習一下你手穩不穩 刺青最重要的是手要穩不能抖 來 這樣拿起來有沒有 一個這樣擺下去 撞到了不OK 對 你知道嗎 這個超難擺 我剛剛拿了一隻之後我就發現 欸不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你在晃了 我就覺得不行 這個超難 欸 我們可以再問下一個誇張塊答案 你覺得吃哪裡最痛 比較嫩肉的原理 因為它痛有兩個 一個是比較嫩的地方 一個是像骨頭的那種地方 那每個人的怕不一樣 如果有些真的很怕痛的人 兩種都怕 你說像側腰啊 側腹啊 走走骨頭 還是膝蓋骨頭 還是吸窩啊 有一個地方可能很痛 我不敢吃我也不會吃 我掌心 是不是會吃這個地方 真的不是很容易掉嗎 掉色 有些人的手法 是比較粗的線 它其實比較不會掉 可是這個地方 我會怕 我是沒有打算去這裡啊 這個地方應該很痛 不要抖啊 你們 回來 回來 這真的很難耶 2000年後 怎樣怎樣 成功了是不是 很好 幾千年過去了 你們 我會介紹一下我自己的事情 這一個 梅花 就是凱凱畫跟凱凱刺的 再來是這個嗎 很久之前的字了 這個 這個就是全家服 然後我要補萬歲跟女女上去 然後已經預約時間了 哇 小狼 好像沒了 你腳上也沒有 對我腳上沒有 那我來介紹我全身的刺青有什麼 我在凱凱這邊刺的有這個 因為他這邊有配合的書法 其實這個人他也會跟你對說 你想要什麼樣的刺 然後他會給你六個版本 然後你覺得哪裡要改可以跟他說 還有這一格 戴得到嗎 我來 我來 有點怪怪 他最喜歡花蓮了 所以這是花蓮的 近三歲 這是凱凱刺的吧 對啊 兔兔有沒有要刺全家服 但是因為真的太痛了 所以刺了他自己跟一隻小狼 就算了 這個兔子手上拿著錢 狼掛在他身上 找到一個長期飯票的概念 對不對 這個是大學的時候去泰國 畢業旅行的時候刺的吧 就是很瘋狂 每個人就要瘋狂一次啊 你的兔子 這邊看一下我的肌肉 弱雞的感覺 有嗎 真的嗎 我覺得我應該蠻重的吧 那你接下來如果要找卡卡吃 你要吃另外一邊是不是 對啊 其實我想要讓我的背 像一個照片牆一樣的感覺 你最喜歡哪個事情 目前 雲山水跟這個 剛好都是卡卡吃的耶怎麼辦 所以我就想要繼續來找卡卡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很適合我的身體吧 你知道我意思嗎 嗯 跟他們家貓很像耶 喔 黑黑的 對啊 可能就只是簡單的文字 一些筆記這樣 但那個筆記可能是他家人 最後面還有力氣的搜出寫下來的東西 然後他們想把這樣的東西吃在身上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前陣子給我吃的文字也是 他爸最後面就是 手寫寫給他的畫 爸爸已經不在了 他也是把這張畫寫下來 還有之前有一個 應該算大學生嗎 那兩個字也是很聊吵 就這兩個字 他們就是寫 我們 後面的就已經有點模糊不清了 就寫不出來這樣 因為其實刺青到後來我覺得就是 一定要有一個含義嗎 它可以有很深遠的含義沒錯 但是它也可以就是你單純喜歡就好 因為你每一個當下就只有這個當下 你當下要做這個決定 你已經想好了 你就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人生我覺得其實就是 各種不同的體驗 他們想像完的東西 或者說是他們紀念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會留在身上 很多人要做事情 錢都跟我一樣 但是到後面他會發現 這世界很現實 我自己當然知道說 這世界是很現實 但如果我想做的事情 我沒有憧憬 也不浪漫 那我做這件事情 跟做其他事情不是一樣 那我幹嘛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大家都會說是因為很藝術這樣子 他們在講我 我就是藝術家什麼 我都不會說我是 很多藝術家是真的很厲害 我沒有到那個程度 衝擊量就是一個 我喜歡畫的 我喜歡畫我想畫的東西 我就是比較任性一點 可以一直當一個很任性的人 我想做什麼東西 大家會喜歡 我可以一直處在很自由的狀態這樣 自由的靈魂 對 有自由的靈魂 WOW 我一定要講一下就是 到底為什麼我喜歡做紋身 那時候其實就是 我要吃一個什麼東西 要忘記 書法 書法制 然後我就 就我很常學院 然後就開始幫我叫說 自清吃 然後我記得我打槍了很多 就有這個我就說 欸還不錯這樣 所以這件是我找的 是你找的 他就是刺得很寫實 那個時代啦 四年前的時候 自清的技術跟文化也是在進步 反正就四年前有在刺 書法的很少 刺的感覺很常是那種 很生硬的那種刺法 沒有那種書法的流動感 然後直到他的我才覺得有 因為他其實很擬 真的很去擬那個書法家的運賓 所以後來我那個風水也找到他 風景吧 對對 你剛才講風水 想說你的刺有什麼八卦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很喜歡這裡的原因 他真的 但是他的價格應該也是 沒有啦 我覺得四清這種東西就是 你接受 你喜歡就刺 我覺得很值得 我直接講他的刺青我覺得是 偏 價格變高 但是 因為這東西要留在你身上 一輩子的東西 重點是風格啦 錢就是 你覺得這樣的金額 能不能接受你去支付 你喜歡他的風格 然後你覺得風格是 你就是指定要他 而不是其他人有辦法去取代的 個人的決定這樣 那你第一個刺青在幾歲 二十幾歲 我第一個也是二十幾歲 就是畢業旅行的時候 那樣是二十一吧 然後我第一個刺青刺出來的時候 我就沒有跟我媽講 還有很好唱 我以前穿T恤嘛 衣服穿的也不被看到 所以我就篤定了一輩子 我媽也看不到 後來畢業點營的時候 我媽就來了 花點走過 就忘記我刺青 一不一脫 然後我媽就 要刺青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爆笑 因為我想說天啊 我綁了你綁半天 竟然就是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時刻 被揭穿了 我也是不知道他在笑什麼 他可能覺得他自己的行為也蠻好笑的 你知道 反正我覺得刺青那種事情就是想清楚 在身上留下一些影子 Why not 要想清楚啊 因為雷射很痛 雷射比刺青還要痛 你有雷射的經驗嗎 有啊 在這邊呢 超爆痛的 因為你知道刺青刺一次就刺上去 雷射你要雷好幾次才 才雷掉一些 你真的要完全除乾淨 要雷射超久 然後每次都超爆痛的 雷射除刺青是我做過所有的雷射 或者是療程裡面是最痛的 比刺青都還要痛 所以要想清楚 如果你沒想清楚的話 真的是先不要衝 這是先不要 我根本其實曾經後悔過 這個畢業旅行去吃的這一個 你覺得這故事很酷嗎 對 我覺得很酷啊 有多少人有辦法去泰國 隨便一天刺青店 你就找去說 我要吃一個刺青 其實也蠻浪漫的 對啊 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瘋狂 而且他就是這種樣子 他其實沒有長得很好看 對 蠻醜的 就糊掉啦 他刺很深的 然後全部糊在一起 可是就是臉上輕垮 我是真的這樣覺得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接受這個書 對啊 就是臉上輕狂的樣子 其實是流的也是很酷 對啊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就分享 那就是我的刺青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留言 你們也可以分享你們的刺青故事 對啊 想說到哪裡 欸 我有Vlog喔 每次都說現在Vlog很少 而且有Vlog你們要看我 他不會要看嗎 對 謝謝 謝謝